在今天白天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這溫度形態來說 仍然是清晨大約在23度 但白天的高溫 往南部走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今天的台南在33度的高溫 我們來看一下 在未來的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在未來一個禮拜來說 從明天星期五一直到星期日 這三天來說 早晚的天氣涼 天氣各地來說 都是屬於晴朗穩定的 可是週休假期 你就好好安排戶外活動 但是到了下個禮拜一以後 我們就要注意了 因為現在目前在關島附近的 熱帶性低氣壓 明天就有機會發展起來 成為今年的17號颱風 所以在週一的時候 還不會影響 但是到了週二的時候 隨著颱風的外圍雲層進來 如果走得快一點 就會在週二的時候 開始要影響台灣了 所以北部東部要轉雨 但星期三的時候 全台灣都是一個有雨的狀況 而到了星期四 北風吹下來 溫度開始略降 颱風也在週四會遠離 所以目前看來 這未來幾天來說 到了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天氣就不穩定了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在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早晚天氣偏涼 目前的熱帶性低氣壓 還在我們的雲圖的最角落 明天倒是有機會發展起來 但對於我們的天氣系統來說 明天小丁銘要提醒你注意的事項了 早晚天氣涼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中部以南 日夜溫差非常明顯 早出晚歸 穿著要注意